某国海巡在今夏海域查气非法中国船造成凉死的意外还在调查 相关争议也还在协调阶段 但网络上却疯传了一段 今早今夏海域陆十艘渔船冲撞海巡报复开始的影片 海巡署也火速的澄清 这个是三年多前的资料画面了 呼吁民众不要再转船制造恐慌 但海委会主委管毕林也被造假对话表示 中国渔民就是该死 让他亲自发文澄清 直说认知作战体系很完整 只想把他妖魔化 而就在两岸关系紧绷之际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再度宣布访中也引发关注 中国渔船直接冲撞五国海巡艇十分嚣张 惊吓海域才发生中国渔民两死意外 近期这段影片却在网络疯传 标题写着今早大陆十艘渔船冲撞海巡报复开始 但其实这是三年前海巡执法的旧影片 2020年3月金门海巡队在小金门海域执行呼吁任务时 遭中国十多艘快艇丢职石块攻击 还恶意冲撞我方船艇 当时许方艇急发震撼弹成功嚇阻 如今时空错置 就怕引发恐慌还迅速赶紧澄清 但假讯息攻击还不止这 全组对话截图流出 管碧玲表示中国两个渔民该死 越界不撞他们的船会越来越嚣张 但本人赶紧澄清是假的 脸书发文写下选择抓我当稻草人射箭 只是想达到妖魔化 而就在两岸关系紧绷之际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宣布26号起将访中7天 虽然没有规划跟中方的官员见面 但克随主辩也不会排斥 将转达哀悼之意 要真相要救责要道歉 然后最后当然就是服务金的这个部分 当然继续协商 这个应该会很顺利 协商埋如第五天能否达成控制 海军署副署长松口审慎乐观 也判假讯息 别来添乱 解综合报道